明星 刚才那两个人是什么来头 发生是房地产商搞的鬼 他们逼着我要买咱们这块地 房地产 昨天 我飞带着个搞房地产的人过来 他们要买AK俱乐部这块地 我没有答应 吴飞 这个卑鄙无耻的人 小弟 你干什么去 我去潘石找吴飞算账 你怎么算账 我去问问他 为什么要来AK捣乱 你觉得他能承认吗 他不承认 我就打到他承认为止 你这么做 就是不负责任的做法了 老爸 你都被打成这样了 你为什么还要替他说话 我不是替他说话 我是替你说话 你好好想想 你到他那儿去 闹腾一通 有什么好处 对我们AK俱乐部 又有什么帮助呢 我 我起码可以替你出口气啊 你怎么出气 打他一端 闺女 来 坐这儿 听老爸跟你说 闺女 你现在已经长大了 做什么事情 不能光凭着感情 光凭着冲动去做 我没有冲动 我只是看你被打了 我气不过 这件事情怪我 如果我不跟那两个家伙动手的话 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可是人得了一事 能忍得了一事吗 如果他们真的想要AK这地方的话 他们肯定还会再来闹事的 我倒不怕他们闹事 我是担心我们AK俱乐部的未来 AK现在真的那么惨吗 闺女 你老爸只会打拳 不会经营 我跟你说实话 这么多年 这AK俱乐部 一直是亏损经营 如果再这么继续下去的话 没等他们来捣乱 我们也许就经营不下去了 那我们怎么办 也许 我应该答应他们 把这块地给卖了 不行 绝对不行 卖了这块地 还能留下一笔钱 等我走的那一天 我就放心了 老爸 你在说什么呢 你要走去哪儿 你要上哪儿去啊 人总会有这一天的 可能也不是现在啊 你现在身体这么好 为什么要这么悲观啊 AK俱乐部 是你一辈子的新鲜 你不能这么轻易地放弃 我不允许也不答应 所以 您也要答应我 不要放弃好不好 老爸 好 我答应你 我们一起渡过难关 还疼吗 还疼吗 好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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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多了